今年的经济已经恢复了 毕竟三年的疫情过去了 但是经济恢复的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行业 已经慢慢的在消退 而且有很多人疫情三年支撑过去了 但是现在放开了 却支撑不下去了 在2023年有几个怪现象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老百姓挣钱真的很不容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评论 首先第一个怪现象就是满大街 现在都是送外卖的 还有快递的 还有跑网约车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是因为现在我们工厂要的人比较少 而求职的人又很多 那怎么办 而我们是需要生活的 是需要挣钱的 那只能够做这些自由职业 我们知道外卖员 网约车 还有快递行业 只要你身体健康 只要你肯吃苦 就能够赚到钱 因为毕竟它没有太大的 门槛没有学历要求 只要求你能够认识字 你能够有最基本的认知就可以了 这种工作只要能吃苦 挣的也多 而且时间也自由 现在已经放开了生育 在前两年 有人已经生了二胎 那这个时候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又要挣钱 又要照顾家里 就会选择这些时间比较自由的活去干 还有一点 有很多人想要补贴家用 于是趁晚上下班的时间 去跑网页车 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坐车的人少 但是从事代价或者网页车的这个人 是越来越多 所以整个行业都是饱和的 那么我们挣钱就会越来越难 还有第二个怪现象 就是说我们现在满大街看到的都是药店 药店比饭店还要多 之前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就是80后90后 178岁20岁的时候 满大街都是网吧 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管 直接一头扎进网吧玩游戏 可是现在网吧越来越少 但是药店却越来越多 我们之前也知道 医生这个行业是救死扶伤 是值得赞美的 以前有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宁愿我这个药店里面全部落满灰尘 也不希望这个药店里面天天有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进药店 肯定是身体出了问题 那出了问题肯定是要买药的 买药的人多了 就说明我们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 我们的病就越来越多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满大街都是药店 而且呢 现在的药店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保健品比较多 天天呢 推销给老人 或者说呢 以做活动的名誉 让你多买两盒 而且呢 价格还不低 第二种呢 就是让你充会员 买药 这样呢 你买药方便 你想一想 一个药店 怎么能够天天当饭吃呢 怎么能天天去药店呢 所以呢 你看到药店越来越多 这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药店的利润是十分可观的 还有呢 第三个怪现象 就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不会呢 老老实实的上班 而是选择走捷径 做网络自媒体 当网红 觉得呢 这是赚钱快的唯一途径 于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直播行业的人越来越多 直播卖货的也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其实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刃剑 为什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直播卖货的话呢 可以省略中间环节 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消费者 可以呢 买到很便宜 性价比高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另外一方面 监管不到位的话 这些网红呢 或者说带货的 可能呢 会违背初心 用一些假冒的产品呢 以次充好 或者说呢 挣了钱 偷税 录税 这些呢 都是需要大力监管的 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选择去做自媒体呢 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呢 有些人在这里面看到了红利 挣的钱很多 而且呢 比打工上班还要自由很多 第二个方面呢 你想一想 很多人在厂子里面上班 一个月也就是三四千块钱 可是呢 有人通过做自媒体 一天呢 能够赚个二三百块钱 那一个月呢 就是五六千块钱 而且时间还自由 那干嘛还要去上班呢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从事网络的这个人 越来越多 不管是做自媒体 还是拍视频 还是带货 等等等等 都越来越多 还有呢 第四个怪现象 就是现在的工作越来越难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和我们现在的大环境有关 也和我们现在整体的行业转型有关 第一个大环境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经历了三年的疫情 很多企业呢 之前规模是比较大的 但是经过疫情以后 可能资金出了问题 可能呢 整体的规模出了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会选择缩小规模 裁减人员 那你想一想 一个厂子自保了 只会留下精英 那么之前的那些人 根本就不会要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很多企业已经不招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人毕业了以后 想找工作 觉得很难很难 还有一些人呢 之前辞职 现在发现找工作 还没开始应聘 这个岗位已经应聘满了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产业转型 之前呢 我们是人口红利 就是我们简单的制造业 只需要呢 你有动手能力就可以了 反正工厂呢 就是流水线 但是呢 现在的流水线 被智能机器所代替 我们需要的人越来越少 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有技术的工人 而不是之前普通的工人 对于我们自身的技能 是有所要求的 但是有很多人呢 还是不思进取 并且呢 没有一技之长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被淘汰 你就会感觉到 工作很难找 还有呢 那第五个方面 就是说呢 我们的楼市全面的预冷 虽然呢 现在大家都需要房子 但是呢 大部分人选择的还是观望 不像前几年楼市这么火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归根结底 还是我们的楼市 没有调整好 而且呢 现在买一套房子的价格 并不便宜 很多家庭呢 目前还有负债 根本都没有缓过来 所以呢 即使现在我们看到 所有的楼市政策 已经完全放开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家庭 买不起房子 而另外一方面呢 很多人觉得 买了房子 有可能未来会亏钱 毕竟呢 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 我们的人口正在进行负增长 未来呢 人口只会越来越少 那么如果现在买房子 可能未来会变成我们的负资产 再加上呢 我们说到未来房地产税 会全面的实行 基于此呢 有很多人就是观望 就不买房子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遇到 哪些怪现象 欢迎呢 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